大家知道其實體重下降 也可能是狗狗貓貓心臟病的症狀之一嗎? 而且很有可能是最常被忽略 也最難發現的症狀 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告訴大家 如何及早發現體重下降 還有在心臟病的毛孩們 我們怎麼樣幫他們維持好的體重跟體態 體重下降 或是更明確的講 肌肉流失 專業的術語叫做二病值 其實這是在心衰竭的狗狗跟貓貓 蠻常見的一個症狀 在有些研究有指出 有二病值的狗狗 其實他的存活的時間 會比那些體重肌肉都正常的狗狗還要來得短 所以能夠及早發現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該如何能夠及早發現二病值呢? 檢查是否有二病值 可以透過兩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他體重下降的速度 第二個就是他的肌肉的量 第一個體重下降的檢查 若是你發現你家的狗狗或是貓咪 在兩個月內 他的體重有下降原本的5%以上 就代表他的體重下降太快了 舉例來說如果是一隻5公斤的狗狗 如果他在兩個月內 體重下降了0.25公斤 就代表他的體重喪失速度很快 很有可能是他有二病值的狀況 在狗狗或貓咪我們要檢查他的肌肉量 很重要一點就是絕對不能用看的 因為狗狗貓咪有些時候因為 他的毛很膨 或者是他的肚子的油很多 都會讓你誤以為他好像 很胖 或者是說他的肌肉量很多 所以肌肉量檢查一定要用雙手去觸摸 那觸摸的重點就是在 脊椎肋骨還有兩側的腰間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脊椎要怎麼摸 脊椎摸的時候可以用兩隻手指頭 從前往後沿著脊椎後去摸 那摸主要其實不是摸脊椎 而是摸他脊椎兩旁的肌肉有沒有喪失 那在正常的狀況的底下 被脊椎肌肉量夠的話 其實你摸起來 正中央脊椎的地方是凹陷的 然後兩旁有凸起的肌肉 但是如果是有肌肉喪失的狀況 兩旁的肌肉會消失 在摸起來的時候你會很明顯摸到 就是中間凸起來的脊椎骨 那所以如果在狗狗跟貓咪如果你可以很明顯的 就從觸摸就可以摸到他的脊椎骨 通常就代表他其實有一定程度的 肌肉的流失 那另外一個可以告訴我們 如何感受這個肌肉量的多寡 其實可以用自己的身體來做測試 假設你自己是站立的時候 其實可以去摸一摸自己背後的 脊椎兩旁的肌肉可以摸到凸起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你 彎腰下去你就會摸到比較像是 肌肉減少的時候 中央脊椎凸起的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練習 感受一下 那摸肋骨的話 一樣也是用雙手去觸摸 感受一下肌肉的量 或脂肪量的多寡 那這個時候其實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掌 來當作一個 參考詞 所以在正常的狀況底下 肌肉摸起來感覺應該像是 手背 攤平的時候摸起來的感覺 但是如果是你摸起來的感覺 比較像是握拳的時候摸到這個 這個指頭關節的話 就代表他 肌肉量有喪失 是過瘦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摸起來比較像是 手掌內的 這個關節處的這個感覺 有點摸不到那個關節 就代表可能他的脂肪是過多 狗狗是有點過胖的 所以 可以用手掌手背握拳的這個 摸的觸感來評估一下 你狗狗肋骨的觸疹的感覺 那最後 腰身的話 腳狗用單手 大狗用雙手去感受一下他的腰 因為有些狗狗他們有毛 其實外觀不一定看得出來 他們的腰身是正常 還是 還是不正常 那在正常的狗狗其實 是會有 有些微的腰身的 所以你就是可以摸到腰的 那如果是你的 腰身已經非常的明顯 過瘦 身體已經成為像一個 酒杯樣子 這個通常是 過瘦的狀況 那如果你 發現摸不到腰 或是腰突出來的話 通常就是有過胖的狀況 那以上就是三種 評估肌肉量的方式的一個 小技巧跟大家分享 那若是我們發現 我們家狗毛孩 有了二病值的狀況的話 該怎麼樣恢復他的肌肉量呢 在狗狗跟貓咪 和人一樣 要增加肌肉量 主要就是靠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增加運動量 一個就是 調整 飲食的成分 但是在有新衰竭的狗跟貓 我們通常不建議 做太劇烈的運動 因為往往劇烈的運動 會增加心臟的負擔 有可能讓心臟的症狀 更惡化 所以 要增加肌肉量的重擔 就會放在飲食的調整上面 關於心臟病患的飲食重點 其實大概有五個 第一個就是要攝取 足夠的卡路里 第二個就是要攝取 足夠的蛋白質 第三個就是要有 適度的 鈉鹽的限制 第四個呢 就是需要的話 要補充甲離子 第五個就是 其他的營養補充 關於這五個重點 我們會在未來的影片 特別的來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敬請期待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若是你想要獲得 更多毛孩的心臟命 小知識 或是居家照顧指南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是到 新傳動物院的臉書按讚 或是追蹤 新傳動物院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